各位你们好,我叫Lucy,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医生,在加拿大多伦多西乃山医院和大学健康网络多伦多总医院做医学研究以及华人健康教育统筹员和咨询工作十多年。 今天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有益于肝脏健康的饮食资料。 此资料来源于营养师Dai Bei Huang的粤语资料。 我用普通话讲解,希望对讲普通话的健康人群以及肝脏疾病的人有帮助。 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如果您喜欢的话,请点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本资料适用于早期肝脏疾病患者和肝脏器官捐赠者。 接下来,我会向大家介绍营养肝脏健康饮食的四个重要营养物资。 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钠。 首先,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肝脏的重要性。 肝脏是一个重要器官,在身体里面负责500多种功能。 肝脏帮我们净化血液,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呼吸入肺或涂擦在皮肤上的护肤品或药物都会通过血液循环,经过肝脏,净化将毒素和肺物分解处理,最后排出体外。 肝脏和负责不同的调节功能,比如,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里面的能量供应。 例如,我们从食物里面摄取的糖分和脂肪,在用不着的时候,肝脏会存储起来。 当我们所需要的能量不能够从足够的食物中得到时,肝脏就释放存储的能量,使我们脑筋清醒,活力充沛。 肝脏还帮助我们调节身体里面不同的激素,至于在合成方面,肝脏也是非常重要。 它帮我们合成身体所需的蛋白质,比如,帮助运输,帮助血液凝固,抵抗感染等等。 肝脏还帮我们制造胆汁,让我们可以消化和吸收食物里的脂肪。 肝脏非常重要,且认老认愿。 即使肝脏的三分之二受损,人们也可能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肝脏健康,不要在症状病情明显时,才开始下功夫。 对于肝脏疾病的营养问题,我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有超过一百多种不同类型的肝病。 没有一种单一固定的饮食模式,是适合所有的肝病的。 但是好消息是,一般我们可以通过饮食和营养来改善肝脏的健康, 使受损的肝细胞再生,或者减慢疾病的进程。 关于针对特别的肝病类型和不同阶段的饮食调整, 需要由您的医生和养养师提供特别的帮助。 什么是对大家肝脏有益的食物呢? 我们鼓励大家多吃高纤维的食物, 以植物蛋白为主,少量肉类蛋白。 健康的脂肪,限制和避免添加了糖、盐和脂肪以及动物饱和脂肪酸的加工食品。 这里,我们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饮食食品指南的健康餐盘作为参考。 加拿大健康餐盘包括四个主要内容。 首先,是吃足够量的大约一半的各种不同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蔬菜比如深蓝色的西兰花、羽衣甘蓝、红椒、黄椒、菠菜、西红柿等。 水果如草莓、蓝莓、苹果等等。 那么,四分之一的全骨类, 比如说藜麦、全麦面食、全麦面包、全麦片等。 还有全骨物的糙米和野生的稻米。 另外,我们就还要包括四分之一的蛋白质。 比如植物性的蛋白质,如豆类和小扁豆、豆腐、豆浆,还有健康的动物蛋白。 健康的动物蛋白是指鱼和瘦肉。 瘦肉是指红肉、非白肉或者肥肉。 还有低脂肪的乳制品、健康乳房、健康脂肪、牛油果、坚果,各种不同的种子类。 那么,第四首呢,是指饮料。 饮料呢,建议选择喝水止渴,而不是果汁汽水。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些有益肝脏的食物中受益,包括肝病患者,以及他们的照顾者,还有活体肝脏器官捐赠者,以及他们的家人。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讲一下四个营养素中的蛋白质。 我们讲一讲,谈一谈蛋白质的重要性。 蛋白质,它可以维持肌肉密度,促进肌肉力量和身体机能。 它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强大的免疫能力。 同时,蛋白质也可以支持消化,建立细胞的防御能力。 对于其他的功能,例如,凝血、酶,以及帮助其他器官,有效地工作。 那么,我们谈一谈蛋白质和肝脏。 加拿大的食品指南,建议我们成年人,每天需要0.8到1.2克的蛋白质,每公斤体重。 每天8到10盎司的蛋白质。 动物和植物的蛋白质都是健康的。 大豆、豆腐等都含有植物性蛋白,与动物性蛋白都是一样的。 具有与人体非常相似的氨基酸组成。 另外,植物性蛋白质含有动物性蛋白质不具备的氨基酸。 为了肝脏的健康,最理想的是同时摄取植物性、动物性两种蛋白质。 选择动物蛋白质,请选择瘦肉。 要避免那些烟熏肉等等。 举例来说,一个体重150磅、68公斤的成年人, 所需要的蛋白质是每天50到80克就足够了。 如果摄取过多的话,对肾脏会造成负担。 那么,如何知道我吃了多少蛋白质呢? 我们可以大致用自己的手做一个衡量。 比如说,像图中所示的这样, 一份手掌大小的鱼或肌肉大约是2.5到3盎司, 也就是相当于大约17到20克的蛋白质。 像这个拳头大小是一个量杯的话, 那么一杯的藜麦就相当于8克的蛋白质。 那么半个拳头,左边的这个图形, 半个拳头,两个手指是指半杯。 那么半杯的,也就是二分之一杯的豆类, 相当于9克的蛋白质。 那么四分之三杯的豆腐, 大约是12到15克的蛋白质。 如果我们用大拇手指相当于一个茶匙的话, 那么一个汤匙的, 一个汤匙,对不起, 是一个汤匙,大拇指是相当于一个汤匙。 一个汤匙的花生酱, 大约是4克的蛋白质。 那么如果用拇指,用食指相当于一个茶匙, 一个茶匙的亚麻酯, 大约是0.7克的蛋白质。 这样我们把总量相加起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每天摄入的蛋白质的总量。 那么蛋白质的其他的营养素是这样的, 无论是基于动物的蛋白质, 还有基于植物的蛋白质, 营养素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维生素B12。 维生素B12对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制造红血球很重要, 它主要来自于动物蛋白质。 植物蛋白质中, 维生素B12除了添加B12的豆奶和早餐燕麦食品以外, 其他都很劝缺。 所以素食者需补充维他命B12。 50岁以上的人, 不论是平时食用动物性蛋白的, 还是植物性蛋白的, 都需要补充维生素B12。 那么植物蛋白, 我们是指那些购买的, 罐头的, 预先熟熟的, 或者是烘干的, 都可以。 那么植物性蛋白的优点是, 除了含有蛋白质以外, 还含有低饱和脂肪酸, 咸微和叶酸含量都很高, 对身体益处更多, 价格也便宜, 保质期长, 功能也多, 比如说可以用来做沙拉, 炖汤, 炖菜, 或者替代肉, 所以鼓励多重植物类食物中补充蛋白质。 那么要注意的事项就是, 要逐渐增加, 以免引起胃肠消化不良。 那么豆类食物中, 通常甲和磷含量较高, 如果您的化验结果甲和磷异常的话, 就请询问您的家庭医生。 那么下面我们就用豆类食物做具体的讲解,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黄豆, 黄豆在这里呢, 是指黄豆以及它的黄豆衍生制品, 如豆腐, 豆奶, 豆干等等, 它们的优点是具有全面的蛋白, 饮食中所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叶酸、 钙, 还有其他的许多微量燃养素也都很高, 价格便宜, 用途广泛。 它们的钾和磷的含量, 通常要低于其他的豆类。 那么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就是, 维生素D强化的大豆的饮料比牛奶更昂贵, 加拿大市面上所卖的比如说四升的牛奶, 要比四升的豆奶便宜一些。 那么我们通常看到的超市所卖的软身的质地的豆腐, 因含水量大, 要比硬身的质地的豆腐, 蛋白质含量和营养成分都要少一些。 那么植物和动物的蛋白质大同小异, 混合使用植物和动物的蛋白质, 可以增加多些微生素。 比如, 用半份的植物蛋白质, 代替半份的肉类蛋白质。 用半份的黑豆和鹰嘴豆, 代替鸡胸肉, 如下面的土所示的这样, 我们把植物性蛋白和动物性蛋白混合起来吃, 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健康。 那么有些人是不喜欢吃豆类食物, 因为它可能引起胃肠脏气。 我们的建议用渐进式的增加植物性蛋白的方法去解决。 比如, 从一汤匙、两汤匙、半杯到一杯逐渐适应以减轻脏气。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蛋白质的要点。 您的肝脏需要蛋白质来防止肌肉流失, 增强抵抗感染, 并将营养输松到体内其他器官。 基于动物和植物的蛋白质都是健康的, 通常优选于基于植物的蛋白质。 植物的蛋白质更有益健康, 因为它含有更多的咸维和植物的化合物。 如果您喜欢动物性蛋白, 就请选择瘦肉和鱼类。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提供许多重要的营养, 不是所有的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营养都是相同的。 碳水化合物是指食物中所含有的可以吸收利用的有效碳水化合物, 如单糖、双糖、多糖和人不能消化的无效碳水化合物, 如咸维术,是人体必须的物质。 单糖碳水化合物存在于动物性类食品, 比如牛奶或者奶酪里面的乳糖。 单糖还包括天然存在于水果里的糖分,叫果糖。 但是有些单糖是人工制造出来的, 如高果糖、玉米糖浆。 这种糖在高度加工食品中可以看到, 这种制造的单糖对人体是没有益处的。 我晚一点会给大家一些例子, 让大家参考一下。 另一大类的碳水化合物叫复合碳水化合物。 结构是复杂一些的, 一般我们是指咸维丰富的食品。 在这里,我列举了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食品。 动物类的食品里面, 只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乳糖是碳水化合物。 就是动物的奶类食品, 牛奶奶酪这些都在乳糖里面。 乳糖没有咸维, 但是它有其他的营养素, 也算是健康的碳水化合物。 所有植物类食物都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 包括由水果、蔬菜、 全骨类的食物, 各种不同类的豆类、 坚果、各类种子等等。 还有一种碳水化合物, 我们是要大家避开的, 就是叫做精致碳水化合物。 精致碳水化合物的例子非常多, 比如我们经常吃的白米、白面包, 这些是用全骨物的食物, 经过加工变成白面, 白面包、白米, 有很多营养素都消失了, 变成了精致碳水化合物。 如果我们能少吃这类食物是最好的, 那么在外面能买到的零食, 比如薯片、虾片、 动物类牛肉干, 猪肉干, 汽水这些都含有高果糖、 玉米糖、姜。 这类食物应尽量避免或减少, 这对肝脏健康是有好处的。 我们要吃有益于肝脏的食物, 这里我讲到选择高咸威, 或者乳糖类的食物, 都可以得到健康的碳水化合物。 但是, 我特别提醒大家, 最好是吃整体食物品, 越少加工越好, 因为在加工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的营养素都流失了,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参考一下, 比如说, 一个橙子和一杯橙汁, 这两样的食品, 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同分量的碳水化合物。 如果我们只是喝一杯橙汁呢, 我们就没办法得到橙肉里的咸威, 因为咸威的成分都在橙渣子里面被扔掉了。 如果我们吃整个橙子的话, 橙威的营养素都会被我们吸收了。 为什么橙威对我们重要呢? 我现在解释一下。 我们的身体的生理过程中会制造废物, 比如, 我们的肝脏在处理红血球细胞的时候, 会产生胆红素。 而胆红素是一种废物, 它需要跟着粪便排出体外。 橙威帮我们避免废物积蓄在大肠里面, 而产生便秘。 橙威也可以帮我们调理身体的血糖水平, 还可以把身体里不需要的胆固醇排出体外。 我们肠胃里有一种细菌, 我们叫它益生菌。 益生菌跟我们人体一样, 是需要营养丰富的食品, 它们才会健康。 当益生菌健康时, 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健康, 我们的整体健康也会得到益处。 那么有什么食物可给益生菌提供健康呢? 提供一些营养成分呢? 那么就是说, 有高咸味的食物就可以了。 所以我鼓励吃高咸味的食物, 益生菌就会健康, 对整体健康也会有帮助。 一般来说, 咸味丰富的食品水分就丰富一些, 再加上咸味多的食品需要多一些时间来消化, 我们的饱腹感时间就长了, 不过度进食, 这样就可以保持健康的体重。 如果你说我不喜欢吃水果蔬菜, 我从药房买膳食咸味粉来补充可以吗? 膳食咸味粉是可以帮助我们防止便秘, 但它不能提供益生菌所需要的营养,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吃咸味丰富的整体新鲜食品, 蔬果, 全果肉, 和豆类, 坚果, 各类种子等等。 那么刚才提到了高度精致加工食品, 我们越少吃越好, 因为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热量很高, 而营养素很低。 这里有两个例子, 给大家参考一下, 比如说, 一罐的12盎司的普通可乐罐, 含添加的大约10茶匙, 也就是39克的糖, 应该是156大卡的热量。 如果我们正常不太运动的成人, 一天所需的是1500卡路里的话, 那么一罐汽水就是大约十分之一, 但是它又不能给我们提供别的营养素, 这样的话, 我们吃了过多的卡路里, 又不能消耗掉的话, 就会以甘油三酸酯的成分在身体里面存储起来, 许多时候, 它是存储在肝脏里面, 这样就提高了我们患上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 第二个例子是牛奶, 一杯巧克力牛奶含添加的3.5茶匙, 或者是16克糖的热量, 大约是64卡, 那么相较于未加巧克力的牛奶, 我们就多吸收64卡路里, 那么像刚才汽水的例子一样, 当甘油三酸酯增加了就有了慢性病的风险, 这些慢性疾病, 比如肥胖、心脏病、二型糖尿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 还有慢性炎症, 这些都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 所以我建议避免或限制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 那么我们吃多少碳水化合物才叫健康呢? 我们一般每日热量中有50%到55%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看一下这个营养标签, 这是一杯食物一个cup per cup, 是含有26克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这个红框中可像显示的就是26克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这个食物含糖量很高, 不含咸威, 这份食物给了我们每天22%的碳水化合物, 已经非常高了, 我们要选择添加糖含量低于每天5%的食物, 记得要选择高咸威的食品, 这样对肝脏就会比较有益。 我们总结一下碳水化合物的关键点, 那么碳水化合物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提供重要的营养, 并非所有碳水化合物都是一样的, 智慧地选择碳水化合物, 强调富含咸威的碳水化合物和低脂乳制品, 或者是维生素D强化的植物性替代品, 那么要限制或者避免精致加工过的碳水化合物, 包括添加的糖和精致谷物等。 下面我们就谈一下脂肪。 为什么我们需要脂肪呢? 因为脂肪可以为身体提供大量的能量, 也可以保持大脑和眼睛的功能, 支持细胞结构和酶的功能。 它是一种, 还有脂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维生素, 例如维生素D, 那么它同时也可以运输脂溶性的维生素, 比如说维生素A、D、E和K。 那么过量的食用脂肪会影响体内炎症, 并且导致慢性疾病。 有一种叫Omega3的脂肪酸, 对神经系统和眼有帮助。 脂肪虽然对身体有益处, 但吃得过多就会堆积在身体里面, 造成脂肪肝和慢性炎症的情况。 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脂肪呢? 那么建议在饮食中, 摄入总能量的25%到30%。 那么相较于比例来说, 对于2000大卡的饮食, 那么我们每天大约需要55到65克的脂肪。 下面我们看一下脂肪的类型。 脂肪主要有分两大类, 甘油三酸脂和磷脂。 我们右边的图片是一个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对身体没有什么益处。 那么有什么食物含有反式脂肪呢? 就像右边这个图片中所示的这样, 包括油炸的食品, 如炸薯片、炸洋葱圈、炸虾片, 还有市面上卖的蛋糕、饼干等等。 所以买的时候要看一下食品标签。 左边的这个图片是饱和脂肪, 是指动物类的脂肪, 如牛肉、牛油。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烧鸡、烧鹅、 皮和肥肉都尽量不要吃, 因为它们防有很多的饱和脂肪。 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早茶中的烧麦等等, 含油也很多, 这些都是应该注意的。 那么植物类的脂肪, 就富含有饱和脂肪, 有植物类的富含饱和脂肪的, 有椰油和棕榈油。 很多零食,比如说薯片、虾片等等, 还有雪糕啊、牛肉干等等, 也是含有椰子油和棕榈油等, 不等饱和脂肪。 那么要限制和食用这些食物, 这些食物对肝脏健康没有益处。 那么中间的两个图片是指非饱和脂肪, 包括单非饱和脂肪和多非饱和脂肪。 非饱和脂肪是好的, 是对有抗发炎的功能。 含非饱和脂肪较多的食物有鱼, 各种不同的坚果, 亚麻籽等等种子类。 前面所提到的Omega3对脑和眼有好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三文鱼,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牛油果含非饱和脂肪, 做菜用的油, 我们建议用菜籽油或者橄榄油, 那么尽量避免用椰子油或者棕榈油。 即使是食用好的非饱和脂肪, 也要注意不要食用过量, 因为会造成堆积, 形成非脂肪、酒精性脂肪肝。 很多加工食品中的脂肪, 加入了不健康的猪油、 棕榈油、椰子油等等, 也要尽量避免。 那么在外面进食和买食物时, 都要请注意一下标签上的成分, 要买健康脂肪的食品。 那么哪些是对于肝脏健康有益的脂肪呢? 就是建议大家选择不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对肝脏有抗炎的作用, 多吃坚果、种子和鱼。 避免摄入高脂肪和加工食品中的脂肪。 那么我们所说的脂肪这部分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像刚才想讲述的, 要选择食用植物性的脂肪, 具有健康脂肪的食物。 选择从动物来源脂肪时, 要选择瘦肉。 吃鱼肉,用健康油, 如牛油果,橄榄油,菜籽油等等。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一讲盐。 钠,钠在我们的食盐中就可以得到。 为什么我们的机体需要钠呢? 因为机体正常运作时, 钠可以帮助神经信号的传递, 对于肌肉弦微的收缩和松弛都参与它们的过程中。 那么适当地它也可以调整体液平衡, 血容量和血压。 成年人我们每天可以收取1500毫克的钠, 相当于三分之二茶匙的盐。 但是我们加拿大人平时平均每天每日吃两茶匙的盐, 真的是很多了。 那么吃特种盐和海盐是不是比食盐好呢? 不是的, 因为它们含的钠是相同的。 钠摄入过多, 对身体是有害处的。 我们饮食中的钠, 大部分是在制造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 比如说, 高钠饮食食物的例子, 有虚质和腌制的食品, 罐头, 干肉或者鱼, 那么普通的加工过的奶酪、奶酪酱等等。 还有一些灌装的冷冻的主食和晚餐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丧叶上准备的一些面食, 一些番茄酱、沙拉酱等等, 也是含钠很高。 那么外卖食品和餐厅的食品为了增加口感, 通常也添加了很多的奶。 还有一些腌制的蔬菜, 商业的蔬菜汁等等。 我们平时喜欢吃的一些爆米花、薯条, 一些咸的坚果等等, 都增加了很多的奶。 那么我们要尽量减少奶的蔬菜, 收入量,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要阅读标签。 像我们刚才所示的这个标签里边, 我们它的阅读, 它的每份的所含的钠是要少于5%, 那么如果大超过15%就是多了。 购买, 平时建议大家购买一些低钠的包装的食品, 如果你在外面用餐时, 注意可以叮嘱这些厨师们少加一些盐, 经常劝大家经常享用家常的饮食, 或者是不用盐来调味, 尝试着用各种无盐的替代品来增添食物的风味。 那么有一些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盐调味食物, 同时又美味又有益于肝脏的饮食健康呢? 我们通常可以想一些其他以下的办法, 比如说用一些新鲜的产品来替代, 还有一些比如说青柠檬、柠檬、新鲜的大蒜、洋葱、葱、细香葱、 姜、胡椒、茴香、八角茴香、甚至是蘑菇。 蘑菇有一种很鲜美的,类似于鲜肉的味道, 大家可以放到菜里面。 但是呢,我们用的不是建议洋葱、盐或者是大蒜盐。 可以尝试用一些醋或者营养酵母, 甚至花生酱都可以。 那么现在市面上经常可以看得到替代盐。 有一种盐是绿化钾盐。 那么如果你有肾脏问题的话, 就要小心一些了, 要注意去咨询您的医生或者营养师。 那么对于钠的关键点是, 我们的身体是必须要纳盐的。 那么在没有医生建议限制的情况下, 我们正常人每天的钠的摄入量 1500到2000毫克。 平时我们要注意食品包装中的标签, 还有一些快餐食品。 那么尽量选择低辣版本的食物。 那么也尽量鼓励大家, 鼓励大家尽量在家里尝试烹调, 用一些无盐的替代品, 那么也可以增加一些食品的添加的趣味。 那么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的肝病的健康饮食讲座, 它可以使我们这些食物, 都是可以使我们受伤的肝细胞, 可以再生并且延缓肝病的进展。 健康的饮食, 我们主要鼓励大家享用各种低脂、高贤维的食物, 多长是植物性蛋白质。 如果您喜欢动物性食品, 也请选择低脂肪的食物, 如瘦肉和鱼等。 选择非饱和脂肪, 饱和脂肪的动物类食物要尽量少一些。 那么同时也要限制和避免加工食品, 因为加工食品添加了脂肪、糖、盐和富含饱和脂肪的动物产品。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讲座, 我们鼓励提出问题。 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 leavingorgan donation at uhn.ca这个邮箱。 如果您不确定饮食限制或建议, 就请您务必与您的医疗保健者提供者联系。 这里特别感谢加拿大基金会。 那么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就请您点赞、评论, 并且给我们提出问题。 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谢谢,再见,拜拜。